欢迎大家收看中国简报 我们现在给大家播报的主要内容包括 匈牙利总理会见习近平 台积电在遭到抗议后放弃在台湾北部的工厂选址 改为建设先进芯片工厂 斐济总理呼吁在太平洋建立和平区 因为美国和中国在影响力上竞争 请大家收看 菲律宾宿太平洋航空公司计划购买100至150架飞机 总价值高达120亿美元 路透社 菲律宾廉价航空公司 宿太平洋航空正在考虑 从波音或空客订购100至150架飞机 估值高达120亿美元 该航空公司希望利用役后履行需求增长 并向两家制造商征求提案 宿太平洋航空是菲律宾最大的廉价航空公司 目前拥有80架空客飞机 该航空公司今年上半年净利润为37.51比锁 6610万美元 牛赚了去年的净亏损 台积电在遭到抗议后放弃在台湾北部的工厂选址 改为建设先进芯片工厂 路透社 台湾机体电路制造股份有限公司TSMC宣布 由于当地居民抗议工业园区扩建 该公司将不在台湾北部龙潭建设先进芯片工厂 该公司表示将与政府合作 寻找适合建设半导体工厂的替代地点 TSMC此前计划在龙潭建设一座1纳米芯片工厂 该公司目前在大规模生产的最先进技术是3纳米技术 台湾经济部长王美花表示 政府将协助TSMC解决土地、水和电力需求 以支持半导体产业 英国宣布为罗西亚难民提供更多人道援助 路透社 英国承诺向孟加拉国的罗西亚难民 提供额外450万英镑的人道主义援助 这些资金旨在帮助提供持续援助 直到罗西亚人能够安全返回缅甸的家园 英国政府致力于找到解决危机的长期方案 并确保罗西亚人能够安全、自愿和有尊严的返回 东方陆地和NIT-ORI将加入日经225国内暴露50指数 日经亚洲 日经将把东京迪士尼乐园和NIT-ORI控股 纳入其日经225国内暴露50指数 并移除三井柱有信托控股 它还将把LaserTech迈入日经225全球暴露50指数 这些变动将于10月31日生效 使得这两个指数的成分股数量恢复到50指 这些指数中的股票是根据其海外销售比例选择的 印度最高法院拒绝将同性婚姻合法化 路透社 印度最高法院裁定不得将同性婚姻合法化 称该问题应有议会解决 该裁决是在废除同性性行为禁令5年后做出的 目前亚洲只有台湾和尼泊尔允许同性婚姻 由印度总理纳伦德拉 莫迪领导的印度政府反对寻求合法化的请愿书 认为该问题应有议会进行辩论和立法 法院的裁决反映了印度社会中普遍存在的保守价值观 台湾历经公司正在考虑在日本选址5个地点建设价值54亿美元的工厂 路透社 据报道 台湾芯片制造商历经半导体制造公司正在考虑在日本的几个地点 包括三重线建立一个潜在的54亿美元的工厂 该公司在7月份宣布了与日本金融公司SBI控股组建合资企业的意向 旨在获得政府补贴用于在日本建厂 历经正在寻求补贴来支付工厂第一阶段的部分费用 预计约为53.5亿美元 埃及苏伊市运河经济区签署了总价值高达147.5亿美元的能源协议 路透社 埃及苏伊市运河经济区与中国能源公司签署了一项 价值67.5亿美元的协议 用于绿色胺和绿色氢项目 这些项目将在索赫纳工业区建立 此外 该经济区还与香港上市公司联合能源集团签署了一项协议 计划投资高达80亿美元 建立一个绿化钾生产复合体 中国坚决反对岸田文雄参拜晋国神社的仪式 路透社 中国对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在东京晋国神社进行的祭祀活动表示反对 中国外交部称此举为负面行为 并向日本提出了抗议 愤怒的债权人正在争夺德国房地产的明珠 彭博社 德国房地产开发商Aggregate Holdings的高级债权人已经支持了该公司在柏林的Force项目的债务重组计划 只有高级债权人相对未受影响 与此同时 包括J.Safrasen银行在内的一群次级债权人正试图将该项目退入破产 高昂的建筑成本和债务支付导致开发商预算不足 并停止了建筑进展 什么是核试验禁止条约 为什么俄罗斯改变了立场 路透社 俄罗斯议会已开始投票 决定是否撤销莫斯科对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CTBT的批准 CTBT是一项于1996年签署的条约 禁止全球范围内进行核武器试验爆炸和任何其他核爆炸 该条约已经形成了一种事实上的禁止核试验的规范 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 除了朝鲜以外 没有任何国家进行核试验爆炸 俄罗斯决定撤销批准被视为自乌克兰战争开始以来 其行动和言论增加了与西方的核紧张局势的一部分 奥尔班在北京会见习近平 参加一带一路论坛 雅虎 匈牙利总理维克多 奥尔班在北京会见了中国领导人习近平 奥尔班在Facebook上写道 连接而非脱钩 这就是匈牙利的模式 我们的目标是加强胸中关系 为期两天的一带一路论坛将突出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成功 奥尔班是唯一参加此次峰会的欧盟领导人 斐济总理呼吁在太平洋建立和平区 因为美国和中国在影响力上竞争 澳洲ABC 斐济总理西蒂文尼 拉布卡呼吁在太平洋建立一个和平区 敦促美国和中国都从他们在该地区争夺影响力的竞争中退后一步 拉布卡表示 这个概念将涉及主要大国和太平洋岛国 同意避免可能危及地区秩序和稳定的行动 同时保持对彼此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尊重 他还建议拥有军队的太平洋国家 可以帮助其他地区国家应对内部安全问题 并提出斐济维和人员帮助巴布亚新几内亚管理 不断升级的部落冲突的想法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 大家好 我是来自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在今天的新闻中 我们看到了一系列有趣的事件 首先 菲律宾宿太平洋航空公司计划购买大量飞机 这是对旅行需求增长的积极回应 接着 台积电改变了工厂选址 展示了对环境和民众意见的尊重 英国为罗西亚难民提供更多援助 这体现了国际社会对难民问题的关切 此外 日经指数进行了一些调整 反映了市场的变化 然而 印度最高法院拒绝将同性婚姻合法化 这引发了一些争议 台湾利金公司计划在日本建设工厂 这将为两国带来更多的合作机会 埃及和中国签署了能源协议 这将推动两国经济的发展 中国对日本首相参拜晋国神社表示反对 这显示了两国之间的紧张关系 最后 斐济总理提出在太平洋建立和平区的想法 这将有助于维护地区的安全与稳定 以上是今天的新闻总结 我期待听到你们的想法和问题 谢谢 你有什么样的想法 谢谢您的收看 上面播报的内容是六度团队推荐的全球专业媒体 智库 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的最新报道 分析简报 更详细的内容 请大家去这些媒体 智库的网站阅读 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六度简报的立场 亦不能作为任何举策的建议 六度团队由专业媒体人 学者 科学家组成的独立新型媒体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要求 订阅各种简报 网址是6度brave.com 您在世界任何地方 都可以通过电邮收到六度简报